第三十三集 简宁默默地凝视着他空空的双手 黑 他冷静地说 嗯 小二黑已走开巡视几天没回的家了 简宁言简意该地指了指牙下 地 小二黑于是走到简宁身边凝视着牙底 大篮子和草带子都还静静地躺在地上 猫人惊讶地瞄了一声 又发出一阵挫折的低鸣 指了指简宁乌鲁了起来 好像在说 都是因为你我才忘记的 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 就要往下纵约去拿篮子 简宁却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他考虑了一下就拦住了小二黑 这个主意虽然有几分冒险 但小二黑这么聪明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简宁跑到背包边 翻找出了他的那卷登山绳 这卷登山绳大概有十五米长 就比山崖长了一点 但是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附赠的还有几个挂钩什么的 简宁赶快把挂钩都摘下来 打算有空的时候发掘出另外的用途 猫人看到他拿出了新东西 顿时好奇地过来东看看西看看 一时间也顾不得下牙去了 不过在明白了这是藤蔓状的物体之后 也就失去了兴趣 没有要过来把玩什么的 简宁也松了一口气 他把绳子的一段递给猫人 让他握紧 小二黑一开始只是随便地握着 简宁稍微一抽就把绳子尾端抽了出来 他打了小二黑一下 猫人才认认真真的握紧了绳子 然后简宁努力地回想着 那些英雄人物是怎么光平一条绳子就下牙的 随后带着小二黑走到牙边 示意小二黑紧紧握住尾端 然后把绳子放到了山崖下 长度差不多 他转过身握住绳子 脚踏上牙边 开始使劲扯绳子 小二黑的眼睛逐渐放大 像是有点明白简宁要做什么了 下一秒 他们开始用力地拉扯登山绳 和简宁挽起了拔河 虽然会错意了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算是达到了简宁想要的效果 他深吸一口气 把绳子在腰地绕了一圈后 握在手中 然后开始往下攀爬 他之前一直不敢尝试 往下攀爬山崖 那是因为下坡无法确认落脚点 但是现在有了小二黑 持续输出的反作用力 和绳子的帮助 他就算一下没有站稳 也不会死 只是会被小二黑拉高一些罢了 因为小二黑一直在吃惊地呜呜着 试图把简宁拉回悬崖上 有了绳子的帮助 他在寻找落脚点上 就变得相当的轻松了 就算有失误 也不用担心 到后来 简宁甚至开始往下小幅度地摆荡 除了手心被绳子摩擦得火啦啦的痛感 尽管有被藤蔓磨出的老简之外 他只花了十多分钟 就大致上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地面 他松开绳子 喊了一个字 黑 一颗大头顿时冒出悬崖上 和简宁大眼瞪小眼 小二黑的耳朵 咻得一下就竖起来了 指着简宁喵呜个不停 拼命地喊您 看来 他之前还的确是被简宁 不同寻常的举动给吓到来着 简宁赶快把登山绳绑到篮子把手上 示意小二黑把篮子提上去 因为猫人很显然在这一出插曲后 已经准备下来和简宁会合了 要是他动作不够快 难免前功尽弃 猫人止住身形 看了看简宁的手势 就开始默不作声地往上拉 很快就把沉重的大篮子提上了山崖边 简宁暗自期待 他的手足够灵巧 可以解开他打得活结 还好 没有多久 果然绳子的另一边 就被抛下了悬崖 小二黑的确相当的聪明 只是见识太少 如果他们可以交流 简宁有信心 把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把草带子也用登山绳绑好 叫了一声 黑 小二黑又把草带子也拉上去了 第三次 简宁把自己拦腰绑住 做好攀爬的姿势 拉了拉绳子 叫了声小二黑 顿时就感到一阵距离 顺着绳子传来 他赶快配合着迅速往上攀爬平衡 不到三十秒 人就已经稳稳地站到了悬崖上 小二黑看起来也完全地行有余力 精力充沛 以前他回到悬崖上 总会显出一定的疲态 要趴着休息好一会儿 才能缓过劲来 现在 虽然花的时间多了 相对也麻烦一些 但至少 他们找到了一个好的交通方法 简宁甚至觉得 以后的粮食都可以这样运到悬崖上来保存 这样一来 存粮真正地变成了一件可以规划的事情了 他高兴地冲小二黑喘息着笑起来 表达自己的喜悦 小二黑回应给他的 也是一串 摸哈哈与咯咯声交织的诡异笑声 嗯 他又指着手里的绳子 发出了疑问的声音 好像在说 这是什么东西 叫什么 简宁觉得 这孩子就像一块海绵 正如饥似渴地吸取着知识 这天下午 他们学会了 刀 绳 平 一 天气 越来越热了 简宁的第二次月室到来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肯定 天气 的确在慢慢变热 除了高潮迭起的第一个月之外 他在意识大陆生活的日子 还算得上是平静 狗狗人没有再度来访 老鼠人在那次规模巨大的狩猎后 正面临灭种的危机 当然也无法前来打扰简宁和小二黑的生活 在两次月室之间间隔的十多天中 他们还是维持着原有的生活节奏 每隔一天从悬崖上下来 狩猎 烹饪 然后 简宁干活 小二黑睡觉 睡醒后 学说话 有时候会睡在小溪边 有时候 则会回到悬崖上休息 简宁采集了很多野果 从小香瓜到盘桃 都没有挑剔 他已经晒出了第一批水果干 猫人对此兴趣缺缺 倒是第一批鱼干 几乎是快速地被他偷吃光了 看着双眼满足的咪琪 捧着肚子在地上翻来覆去地 打着滚的大猫 简宁还能说什么 他开始有意识地控制捕鱼的次数 并且不让小二黑跟着他过去 为了学说话的顺利 必须把鱼和贝类掌握在手心中 成为只有简宁可以给予的稀有资源 这样才能让大猫在学习上甘心情愿地听话 既然一开始胡萝卜政策就进行得很顺利 简宁也没有尝试别种办法的意思 他一点都不想知道 要是贝类要分给小二黑一半的话 小二黑的学习热情会不会下降 要做的事相当的多 进步也很明显 当简宁的第二次月试到来的时候 小二黑已经掌握了一百多个单字 大部分都是生活中常用的单词 他没有办法学会有两个音节组成的词汇 所以简宁只好把什么东西都讲话了教他 猫人的记忆力很好 用的比较多的单词就记忆得很快 比如说宁 黑 基本上已经靠近了简宁自己的发音 还有水 火 表示疑问的嗯 各种工具的名称等名词 他都记忆得很快 学动作就比较花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 他掌握的也只有来 去 上 下 走 跑 躺 有 无 几个简单的动词 简宁不止一次的觉得 自己在教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学说话 只除了这个小孩子可以再煞时间秒杀他两三次 倒是形容词教的还算快 小二黑已经完全掌握了好坏这两个字眼 具体表现在简宁给他吃东西的时候就是 宁 好 而他拒绝和他一起享受打盹时光时 则是 宁 坏 简宁很有几分怀念小二黑还不会说话的那段时间 虽然他可能在用猫语表达相同的内容 但是 至少他听不懂 不会烦 他初步打算把 烦字尽快交给二黑 因为当你骂一个人 对方却听不懂的时候 那滋味是相当不好受的 抛开学语言方面进展不说 简宁在交通方式上 也的确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现在 小二黑总是和他一起 走着回到悬崖底下 然后先上去把绳子放下来 再把带回来的东西全都吊上去 之后再把简宁拿上悬崖 下悬崖的时候 他要跑两趟 先下到悬崖底部 让简宁把篮子什么的用绳子绑住运送下来 然后再背上简宁下到崖底 有简宁拎着篮子去小溪边 猫人则静自去打猎 丛林里相对的安全 简宁又随身携带开山刀 这样明显更节省时间 一旦他到小溪边 就会开始收集柴火 点燃篝火 简宁一直想要在某些地方保留一点火种 但是这个 至少在眼下还是不大保险的办法 他想过在小溪边保留一小堆火 但实在很怕引发山火 以当地茂密的植被和干燥的空气来说 山火一旦爆发 将是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 但是他也不大担心火种的问题 打火机还是可以使用一段时间的 而按照云层消散的速度来说 放大镜 基本上也快要可以使用了 到时候火源不会是什么问题的 是的 云层的确在消散 简宁觉得 这就是天气变热的根本原因 这个鬼大陆的阳光 实在是太猛烈了 在五指树海跋涉的第一天 他已经领教过阳光直射的威力了 在正午 简宁根本没办法行动 他一般都是找一个靠近小溪的大树 在树下把衣服解开 不断地往脸上泼水 缓解热意 这种带着五彩光芒的阳光 和地球的阳光 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或者说 它要比简明见惯的那种和煦日光 更激烈得多 和五彩阳光比 萨哈拉沙漠正午的阳光 都说不上毒了 而随着它渐渐进入到 五指树海的边缘 天空中开始有了云层 温度就降下来了 虽然还热 虽然还热 但已经不是那种非人的热 进入到小二黑的领土后 气温更是越来越低 当时它有种模糊的感觉 五指树海之所以没有生物 就是因为这非人的日照 但现在 这片森林上空的云层 也在渐渐消散 每一天 简明能感觉到气温上升一点 它已经穿不住统裙了 事实上 要不是还有一丝羞怯 简明恨不得什么都不穿 它现在 只是穿着瘦皮做的小背心上衣 和一条与小二黑差不多的皮短裙 当然 这件小背心上衣 也引起了二黑的强烈兴趣 这孩子指着小背心 喊了好久的 您坏 您坏 直到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件 然后 不到两三天 就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 把小背心抛弃到了一边 要不是简明刚好需要一件唤喜的上衣 他发誓 他会揍一顿小二黑 来宣泄心中的怒气的 他的第二次越试 也引起了猫人的兴趣 几乎是亲戚一上身 猫人就闻到了那股子味道 当时 他们正在为烧烤大会做准备 简明再切割红角鹿肉排 并且放掉血水 所以场面 其实还有蛮重的血腥味的 小二黑则在准备 把石头架到火上 顺便刮擦掉石头上的青苔 猫人对咸味的接受度 其实还是相当良好的 烟烧鹿肉 也是他很爱吃的一道菜 第一次尝试后的不舒服 完全是因为小二黑的 换牙器道了而已 这阵子只要他们准备在草地上过夜 就会做这道菜 因为烟烧鹿肉 第二顿要加热了才好吃 黑 水 简明一边切肉 一边提醒小二黑 不要忘了顺便煮鱼汤 就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下腹一阵暖流 立即就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 猫人的鼻子 也跟着抽动起来 疑惑地袖动着 转向了简明的下腹部 这一次 简明得到的反应 就和上个月不大一样了 有个人 他会说话了 宁 宁 又是例行的叫唤 然后 猫人就拿个尾巴 指着简明的屁股 继续凝凝地叫起来 简明也早就觉得不对劲了 猫人好像对 下身流足七天血 也不会死的事 并不陌生 只是很奇怪于 简明为什么也会有 这样的现象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 他指着尾巴 对简明发出了 好长一段猫语 现在也是 拿着尾巴 指着简明的屁股 拼命地发出 疑问的鸩声 快速眨动着眼睛 一脸不解的样子 难道在猫族里 只有长尾巴的雌性 才会来跃尸 简明很快发现 自己的逻辑有点问题 或者应该是说 猫族的雌性 本来是没有尾巴的 或者尾巴是很短的 只有在长出尾巴后 才会来跃尸 他又做了一步推论 这样说的话 莱月氏和长尾巴 应该是猫族雌性 成年的标志吧 如果他有看到过 狗狗人的年幼雌性 就好了 简明不禁嘖了一声 可惜 当时在外活动的右手 离河岸很远 他没有看清楚 等等 假使他推论的没错 小二黑也一直以为 自己是个右手了 毕竟他可没有尾巴 简明一脸黑线的 看着小二黑 心里不禁怀疑起来 这家伙该不会是什么 右手训练爱好者吧 说起来 他的身量算是娇小的了 狗狗人雌性凤眼 也就是比雄性矮了几公分 两者都有一米八左右 简明的身高 却只有一米六上下 又没有尾巴 没有背毛 小二黑难道是把他 当成了一个无毛的怪胎 未成年小雌性了吗 难道他一直在等 自己的尾巴长出来 成年 然后就和他行 呃 行那狗且之事 他看着眼前一脸迷惑的猫人 半天都很难说服自己相信 这个尾巴摇来摇去 耳朵抖动不已 一身都弥漫着 一祸气息的二祸 会有这样的耐心 呜 他摊开手 摇了摇头告诉小二黑 宁 呜 小二黑坚持地把尾巴 递到简明手边 宁 有 他开始抓耳挠腮 半天才蹦出一长串猫语 直手画脚地握住简明的双肩 把它往上提高到了 和自己差不多的高度 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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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是一长串猫语 简明已经明白小二黑的意思了